欢迎收看Pitbo Webcast 7月进入暑假 Pitbo按照网例迎来了一批年轻的公民记者胜利军 他们是参加Pitbo暑期实习营的学生 来自全台湾各大学的不同科系 其中大部分又以非新闻传播相关科系为主 这群有想法但需要实战磨练与技术指导的学生 在经过一个星期密集的课程训练之后 开始他们的公民记者采访 也为Pitbo带来了许多有想法有特色的公民报道 每年暑假Pitbo公民新闻平台 都会举办两个梯次的暑期实习营 吸引全台传播科系与非传播科系 对影音新闻有兴趣的同学 前来报名参与 我也参加师大青年 然后也是师大唯一的独立学生媒体 然后还有师大新闻 所以我觉得不同的媒体报道出来的东西不太一样 那当然从Pitbo这边公民新闻 大家论点都是来自各地 然后大家也都有自己的专长理念 所以我觉得来认识大家 然后来学习更多专业的新闻技巧 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为了让同学们在短时间内 拥有制作新闻报导的能力 Pitbo设计了一系列精彩课程 请来曾经担任主播的魏华宣讲师 教导同学们过应技巧和从事新闻行业 需具备的能力 所以今天教同学的是 你要注意你自己的咬字 尤其是现在很多年轻人讲话会感怒 还有知吃吃卷舌跟非卷舌音发不清楚 所以我觉得只有累积没有奇迹 同学们你们还是要多多练习 而且最好的方式是假设有电子报 或者是平面报纸的话 你们可以多多念稿 这样看到字就可以念的话 你们大脑再看到字的反应速度 就会比较快 所以我会希望这些实习生们 未来在进入新闻工作的时候 一定要有独立思考能力 还有要记得 就是要快速地组织新闻逻辑 这样子的话你在从事电视新闻的时候 比较不会那么痛苦 以及资深公民记者 同时也是影像工作者的杨耀任讲师 教导同学新闻剪辑的技巧 我最主要是要告诉大家说 剪接呢 它其实就是你只要会拍就会剪 你只要会剪就会拍 那你在剪接的时候 你常常会发现说 有什么镜头是忘记拍的 或是你在剪接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有一些镜头为什么没有拍呢 那你到最后你在拍摄的时候 你就会记得要拍摄这些镜头 所以我今天要带给大家其实并不是一个软体的操作 而是我们到底要拍些什么 我在拍摄之前前置作业应该要准备些什么 那我应该要在拍摄之前能够告诉受访者说你能够配合我什么 那我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规划之下 我到达拍摄现场能够把这样的素材完整的 能够收录回来的时候 在我剪接上面就绝对不会有问题 Pepo也特别邀请去年参与暑期实习的学长姐 来跟同学们分享经验 这次回来主要是想要让学弟妹 以自身为主 然后出发去寻找议题 那这样子的议题 会相较于其他的常见的一些商业性质的新闻 会来得更有温度 而且内容会相当会丰富很多 就是在找议题的时候 其实是有四个方法 就是主要是想议题之后 你要去构思说你的议题要怎么拍 风格 然后还有你的受众是谁 那你确定了这些方向之后 也要找足够的资料 然后还有就是做一些备课的方式 然后那你最后去拍的时候 才会比较的顺利 然后可以获取很多的画面 回来再共剪辑这样 另外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要去构思你的起程转合 那才会更容易的就是剪出更好的影片 然后也不用一直去苦思说 不够画面的问题这样子 短短四天的课程训练 接下来的每周同学们都拍出优质的报导作品 带回公示与大家分享 实习营的一大重点活动就是同学们能够进到 PayPal公民新闻报的摄影棚内 体验当主播播报自己的新闻 经过这一个月的暑期实习营队 带给同学满满的收获 因为我自己是非本科系的学生 然后这几天下来我觉得就是 对于剪辑啊拍摄采访这些都有更深入 而且也跟以前想象的不一样的了解 然后我觉得我对于滑轩主播的课程是印象最深刻 就是他主播的身份的专业就是 他非常的专业 然后对就是他讲的让我们对这个职业有不一样的了解 就是我参加实习营的四天最大的心得就是 彻底的了解公民新闻到底该做什么 然后有什么细项 因为可能我是新闻系的学生 所以我平常接触的都是比较大型的议题 或是一些比较快讯就是daily news那一种 就是缺乏处理自己真正想做新闻的机会 可是像公民新闻不一样 就是我想做什么我就可以亲自去做 我就不用管别人怎么想 或是到底有没有人真正在乎这些议题 期盼这群公民新闻胜利君 未来能够持续发挥影响力 报道出属于自己观点的公民新闻 最近大家在浏览PayPal公民新闻平台的报道时 一定会看到这群公民记者胜利君的作品 呈现出年轻人的观点也流露社会关怀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几则实习营学生的作品 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闻 欢迎收看PayPal公民新闻报 我是主播庄舒婷 台北市立动物园热带雨林室内馆穿山甲馆 在7月9号正式对外开放参观 高24公尺以台湾穿山甲一项作为主视觉 民众不必隔着玻璃就可以与动物们近距离互动 就连过去在台湾本岛看不到的礼猴峰虎 也在馆内闪亮登场 吸引不少游客抢拍他们的风采 在树丛中灵活的爬上又跳下 它是宝玉类动物棉头娟猴 再往里面走 悄悄的探出头 小懒猴宝宝好奇的模样也让大家好兴奋 台北市立动物园穿山甲馆 在9号正式对外开放参观 不必隔着玻璃就可以与动物们近距离互动 过去在台湾本岛看不到的礼猴峰虎 也在馆内闪亮登场 吸引了不少爱好摄影的民众 想要亲自用镜头捕捉他们的身影 台北市立动物园耗时13年 赤资3.9亿元 打造热带雨林区 高24公尺以台湾穿山甲一项作为主视觉 也希望民众在观赏这些极围和冰围物种时 能够了解 若是雨林受到破坏 会使得这些特有的物种渐渐消失 进而了解到保育雨林 人人有责的重要性 有一天要是热带雨林消失了 你觉得这些动物会怎么样呢 有不见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分析 保护热带雨林 它还蛮开放式的 有说可以跟动物蛮亲切 特别是这些人工未养不怕人的动物 有说可以很近的看到 所以蛮特别的 但对小朋友来说是很不错的一个物件 穿山甲馆 舍弃 栅栏 即围离 让来参观的游客 更能够胜利其境 热带雨林 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闻 欢迎收看PayPal公民新闻报 我是主播陈品珍 身为家庭照顾者 有时候连出门透气的时间都没有 心灵身体健康也就越来越脆弱 因此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 就把照顾咖啡馆这样的概念 从欧洲引进到台湾 目的就是希望照顾者能够走出家门 重新沉淀自己 现在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浓郁的咖啡香四溢 餐盘上摆满各种口味的小饼干 这里不是普通的文青咖啡厅 而是提供给家庭照顾者 喘口气 放松身心的照顾咖啡馆 真的假的 我们的咖啡馆去年的8月才开放 那我们这里有我们基建团 所以帮我们做专业的咖啡跟联系 那在这个场域里面 我们家庄就培育了第一批的长招助教 他都说我们职工 那他们就是会在这里 每周二日的下午会开长招业会 富华照顾咖啡馆 坐落于台北市中山区的精华地带 由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所创建 供应饮料以及甜食 也特别针对长者 规划出安全的用餐环境 一定要有靠背跟鼓手 当长辈要起来的时候 他是可以失利 而且在失利的时候 他是稳的 这个灯光虽然就不会太刺眼 但是它是一个主意 让长辈在这里满月一些报纸 或者是他们会在这里了解 这里不但被有长招志工 咖啡馆内也架设照顾电视台 这样的频道 希望能聚集更多照顾者 分享长照过程中的酸甜苦辣 希望把大家的不错的经验 可以靠住各种各地照顾者 告诉他 我们因为有人承造二年龄的机会 其实照顾不是一种照顾的 照顾不用 正经照顾 其实国家还有很多资源 可以移住的 这样收敏50元 谢谢 照顾咖啡馆内的每一样餐点 只需着收50块清洁费 长照是趟缓慢 路途遥远的长途旅行 不妨适时的放慢步调 细细品尝这杯喘息咖啡吧 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闻 欢迎收看Peple公民新闻报 我是主播黄凯敬 位于花莲玉里的玉东国中 设立木工班 已经迈入第11个年头 而这些木工班的孩子 不同于一般的国中生 除了念书 还要在下课与放假的时间 到木工教室去做木工 虽然辛苦 但跳脱传统教育模式的教学 让这些孩子在教课书之外 找到属于自己的梦想道路 位于台北市中正区的 华山1914文创园区 每到假日 人潮总是络绎不绝 许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来这里 参观不同的展览 前阵子适逢毕业季 华山文创园区就出现了一群 来自花莲 玉东国中木工班的学生 在这里 职办一年一度的 毕业义卖展览 为花莲县玉里镇的 玉东国中设立木工班 已经迈入第11年 而他们每年的6月底到7月 都会在台北的 华山文创园区 展出毕业展览 在展览里面 除了展出许多学生 辛苦努力完成的作品之外 也可以让大众更加了解 玉东国中木工班 这个特别的办学方式 不同于一般国中生 被教科书填满的生活 玉东国中木工班的孩子 利用下课与放假的时间 到木工教室 去制作各式的木制家具 希望能用自己的双手 翻转未来 走出偏乡 希望孩子做一些 比较有效的学习 对学校比较传统的 这样子的教学方式 不能适应 对读书不感兴趣 那你一起在学校 八代三个八代部 去做一些相对有效的学习 我们用动手做 来引助孩子对学习的兴趣 起码让孩子在这个过程中 得到一些学习上的成就感 传统的填鸭式教育 教给孩子的是书本上的知识 但玉东国中木工班的孩子 在原有的课业之外 透过一笔一画的雕刻 一件件加续的制作 学习到了在课本上 没有教的东西 在木工班学到的就是耐心 就是磨一磨的每一个木头 都是需要一个耐心 你做这些作品 你必须要负一些责任 因为你没有做好这些作品 你心态也会不需要 可能会有很多人觉得 一边读书一边做木工 会影响孩子的课业成绩 甚至出现心理上的拉扯与不安 但透过不同方式学习 或许能够了解的 会更加丰富精彩 书一样有读 可是其实人的学习 不是这么偏狭的 只有在课本那边 取得单方面的这样的资讯 其实你各种的学习都有的情况下 我觉得对孩子在很多事情的理解 然后甚至对事物的那种了解程度 会比关在教室里面还要来得有意义 读书与做木工并行的教学方式 让许多孩子找到新的方向 更开阔了看待事物的不同角度 老师和孩子们的用心 大家都看得见 我是蛮可以适应 因为对老师太有距离感 就是蛮喜欢来到木工并住 我觉得这些国中生很厉害 然后应该老师也很用心 我觉得非常好 在台北很少看到过这么好的东西 玉东国中木工班创立 已经有超过十年的历史 他们未来将持续努力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 一起支持这些孩子的梦想之路 透过这样每年两个梯次的暑期实习营队 PIPO把触角延伸到了新生代 也让更多人在校园当中 能够认识什么是公民新闻 期待更多人可以一起透过镜头 一起来关心生活在台湾的大小事 PIPO Webcast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